各位評審老師教授們,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作品是扭不斷 創意動機與目的 我們在上實習課時都在練習儀秉級的題目 但每一次需要撞孔攻羅倫時大家都很小心 因為很多人在攻羅倫時都不知道自己的力量大小 或者是攻盲孔時攻到底部時也不知道 而繼續實力進而導致我們的螺絲弓斷裂卡在弓箭裡 我利用書本籍老師所教授的螺絲弓斷裂取出法 來取出斷裂的螺絲弓,但全都失敗了 我先興旺鼓做好的弓箭 竟然因為攻牙這種問題就這樣失敗了 我所改良的螺絲弓板手 它能用在儀秉級陣照和很多需要的地方上 每次攻羅倫時會遇到失力過大或看不到洞口時 而導致它斷裂 我們攻羅斯孔有分為通孔及滿孔 攻通孔時我們比較容易看到孔的位置 所以懂得失力大小 但我們需要攻滿孔時看不到底部在哪裡 而持續失力結果導致我們的螺絲弓斷裂 因此我改良的螺絲弓板手不論你如何失力都沒關係 因為力量超過彈簧的限度時彈簧會自動跳開 但我們無法失力 我們的螺絲弓板手就會變成空轉的狀況 我們所用到的原理 我們利用了牛磚減韻力的探討 我們將每一種尺寸的螺絲弓帶入公式裡面運算 我們帶入M4的螺絲弓時 它可以承受約0.3公斤的牛磚減韻力 5mm10可以承受出約0.6公斤的牛磚減韻力 6mm10可以承受1.2公斤 8mm10可以承受到2.8公斤的牛磚減韻力 我們利用虎刻定律來計算彈簧的生長量 可以儲存的能量 我們彈簧的設計規格 外徑是15mm 內徑是11.62mm 先後約1.62mm 我們利用它自由長度的壓縮來進行控制 然後利用我們不整邊滑塊的設計 我們將一邊的夾頭固定 一邊的進行移動 然後我們用彈簧來進行伸縮的部分 我們在供羅紋時 會遇到絲意過大或看不到洞口 或者是螺絲弓沒有垂直而造成斷裂 所以我們利用彈簧來讓它進行空轉 這是我們的作品功用及操作方式 我們一開始先將把手鎖好 再將墊片裝入我們把手的螺紋外徑之間 之後把彈簧放在螺紋外徑上 然後隨後放入滑塊 之後將我們的蕭從螺絲弓中間放入 然後將我們的螺絲弓夾上 然後將彈簧鎖到最緊的部分 之後開始弓螺紋 然後弓進去時將我們的螺紋稍微放鬆一點 然後這是我們製作的方法 我們用洗床及車床來進行加工 這是車床將我們的握法進行車銷 然後這是我們的完成品 謝謝各位評審